这个男人已经在水上生活了几十天 根本不敢上岸 这是他能想到最安全的活法 至少丧尸是咬不到这里了 男人从水里捞起一个盒子 是政府发放的救助包 他满怀希望的打开 没有想象中的物资 只有三样东西 一个是用来自尽的针管 一个是全世界丧尸分布图 还有一个手环 可以为自己的死期倒计时 口粮就快要撑不住了 妻子瞒着丈夫 来到一辆破旧的游艇中 四处翻找 就在他要离开时以外降 妻子的腿被丧尸咬伤了 按照前人的经验 他只剩下不到四十八小时 能够保持意识了 即便希望渺茫 男人还是执意带他上岸求医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看着亲人渐渐死去 自己却无能为力 伤口在不断化弄 甚至引来了苍蝇 妻子就像重症病人一样 昏倒抽搐的次数越来越多 可男人不能帮他分担任何痛苦 突然路上冲出一只丧尸 男人本能的想躲避 但车却撞到了树上 树枝插入了妻子的腹部 加速了死亡的降临 男人也因为巨大的压力昏死过去 当他醒来 看到了妻子用鲜血流下的话 救救女儿 他推了推妻子 想叫醒他 没想到妻子的五官已经溃烂得模糊 男人的胳膊忽然被狠狠咬住 坐在车上的女儿也吓得哇哇大哭 丧尸病毒彻底病变了 孩子已经没有了母亲 男人用力挣多开 然后赶紧把孩子救出来 一直努力压抑情绪的他 再也忍不住了 贪坐在地上嘶吼起来 他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更担忧女儿未来的命运 男人掳起袖子 看到血肉模糊的伤口 他知道自己 48小时后又会变成丧尸 他并不惧怕死亡 可孩子连走路都不会 一旦自己撒手人寰 他要怎样在这末世中活下来 调整好情绪 收拾好行囊 男人给自己也装上了一个计时器 背着女儿向未知的远方走去 48个小时 两天的时间 他必须在有限的生命里 尽力为女儿安排好未来 哪怕多想一步路 多做一件事 都是必要的 男人在路上救下了一个大叔 跟着他回到了居住的地方 大叔还有一个妻子小美 热情的为他照顾孩子 男人看到这里都布满了铁丝网 应该能睡个安心觉了 只是他还不知道 有时候活人比丧尸更可怕 男人被邀请打猎 打的不是什么野味 而是一群丧尸 砰的几声枪响 丧尸倒地了 一旁的大叔赶紧去搜刮死者衣服里的财物 还说等丧尸危机过去了 他们就成为富翁了 男人走进笼子 发现里面竟然是用活人做诱饵 小姑娘已经害怕的流泪了 男人很想救他出来 但他顾虑太多 还是沉默了 夜晚男人掏出针管 准备自尽 女儿现在有人照顾 他可以安心的上路了 小美却及时出现制止了他 说自己并不能保护好孩子 因为自己根本就不是那个大叔的妻子 而是被胁迫的 她是个十足的暴力狂 未来咱们肯定一个个都死在枪口下 男人决心带小美一起逃出魔掌 不料这段对话 已经被暗处的大叔听到了 男人来不及反应就被打晕了 和小姑娘一起关进了笼子里 笼子上挂满了各种内脏 气味相当刺鼻 不一会儿 一群丧尸就被吸引过来了 男人可不想成为他们的耳料 他观察到笼子并没有锁 只是从上往下靠重量压住 男人将铁链的一端 往上扶肉丢给尸群 另一端吸在栅栏上 终于借助丧尸的力量 拉开了笼子 夜深露灰 男人躲得严严实实 气急败坏的大叔 他空气皱骂道 你逃不掉的 我只要在这里等上两天 就能亲眼看到 你是找自己的女儿 男人依旧没有出声 但大叔的一番话 却刺中了他内心的焦虑 确实 只剩很短的清醒时间了 在彻底沦为怪物之前 一定要给女儿安排好深度 小姑娘提议 带男人去找自己的族名 那里还有很多的幸存者 足够照顾好这个婴儿了 男人似乎看到了希望 他立刻出发 踏上了新的争动 计时气上 只剩九个小时了 他的脚步不敢停 因为一分一秒 都不能再浪费了 男人在树林里 遇到了另一个家庭 也是一位父亲 带着妻子和孩子 他们为什么不躲进车里 反而自愿暴露在危险中 等这位父亲走过来 男人才看清他脖子上的血迹 而偷偷掏出一把枪 滴雨道 这里还有六发子弹 我们家用掉四发 如果你变成丧尸了 剩下两颗子弹 就归你和女儿 说完他的手臂剧烈抽搐起来 正是丧失病变的前兆 远处家人们还一无所知 其实他的家人们都是健康的 但这个父亲 之所以要杀他们 居然是因为不想丢下他 真的是一种绝望的偏执 男人抱着婴儿 茫然的往前走着 几声枪响 他知道 那一家人都不会再痛苦了 他鬼使神差的回去拿了枪 看了看自己 又看了看女儿 也许在这里结束一切 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就在男人犹豫的时候 婴儿忽然朝他喊了一声 腐烂的液体 从男人的眼睛渗出来 他抹了一把脸 视觉开始逐渐模糊 但嗅觉却越来越灵敏 男人看着草丛里的腐肉 有股原始的冲动渐渐升起 他拼命喘息 强制压下自己的食欲 还有一步之遥 就要到幸存人类的部落了 他看了看自己的女儿 这个小卑鄙 是那么可爱 那么鲜活 就像等待盛开的花朵 怎么能让他早早雕亡在这里 男人强撑着 又往前走了几步 但他真的支撑不下去了 小姑娘还撞伤了头 也没了走路的力气 弥留之际 男人看着姑娘手里的木棍 又看看路边的腐肉 突然有了个大胆的主意 他要为女儿做最后一件事情 男人将自己的双手捆好 又喊出东西封住嘴巴 他背起女儿和小姑娘 将一块腐肉绑在树枝上 指引自己往前走 他已经成了一个 只知道追逐腐肉的丧尸 同时也是永远不会停歇的 待步机器 两个活人 一具尸体 就这样在空旷的圆眼上 慢慢前行 不知道走了多久 他们终于遇到了小姑娘的族民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被惊呆了 腐肉为瘾 负重前行 这是一个父亲在临终之际 给予女儿最后的爱 族民们救下婴儿 给了这个男人最后的解脱 并且替他收养了女儿 大伙聚在一起 享受着短暂的安宁与和平 女人们对这个宝宝都非常喜欢 他们无意间掀开了婴儿的衣服 发现肚皮上 是男人写下的一句话 谢谢 这也是他的生命走到镜头前 留下的最后禁忆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既深远 很多父母一辈子 都只会做一件事 那就是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 为子女做好无限的保障 无论是电影里短短的两天 还是电影外漫长的几十年 他们都用行动 诠释着爱与勇气 而这就是人类不断延续下去的关键 这就是人类不断延续下去的关键